總獎評 獎評 市長 各選大家晚安 很高興今天有幾位上台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就進入這個環境 我覺得第一位獎人立淳 立淳給他一個樂運掌聲 給他一個鼓勵 他們第一次上台嗎 立淳也是第一次嗎 精神增加 雖然說緊張是哪裡 但是我是覺得說 像你上台跟我們講的緊張 你的方法應該還有很多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 你可以在忙的 你對你克服緊張的方法 因為你剛剛是選一次 如果克服緊張 你可以多講一點 應該還有 因為你第一次上台 所以稍微緊張 就沒有辦法繼續 去下台跟家裡 可能就是緊張 所以我們忙不通 下次可以往前面自然一點 還有 第一次我們要破壞這個方法 下次就多一點 那現在眼神 還是我關掉 其實我們這先去稍微休整 那第二個 我們在前社長 所以我們不知道 可能是幾席 說幾席 幾席應該提早來看 還是沒有自己思考一下 因為這樣子的破壞 我覺得我們社長 我們學這個 就是很好的示範 第一個 你的福音 不是很標準 然後第一 第二個 因為也是從老社長 不好意思 我是指馬子說 沒有過題 然後 也沒有問候 沒有問候我們主席 還有社長 可是 你就一開始 就開始把你的故事 就講出來 有講大家 有講大家 因為我覺得 好像沒有做一個問候的 大家好 那也OK啦 大家好 那當然 你講的這個題目 很切符 不停 適當的時間 講適當的話 適當的場合 就是 如果有創造好心情 因為 你講對的話 其實都很好 我覺得這個 題目是不錯 不過最後結尾的話 如果說再多一點 結尾再多一些的話 可能會更好 會更棒 那講話 會比較有一點欠缺 那眼神 遺態 都很棒 很標準 講話也很清楚 所以 今天我的題目就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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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